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悲壮惨烈 悲壮惨烈的最主要就是冻死 冻伤了那么多人 我们一般的自古以来作战员的就是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但长津湖这样的一个重要战役却出现了大军已动粮草未先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首先 出现这个问题的客观因素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没有想到入朝作战这么快 因为15万大军的背负保障绝对不是简单的事 特别它又是高寒地区的背负 制作起来肯定要有个过程 而要求九兵团入朝作战又是特别急 并且一再地往前赶 所以说从世界上基本上没有更多的余地 这个是导致没有解决东庄的一个首要的客观因素 第二个 没有想到天气是那样的极寒 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东北到朝鲜去作战天气肯定冷 这是能够预想到的 但是从上到下都没有想到会是一个几十年不遇的 零下三四十度的这样一种极寒的偏气 第三一点就是没有想到美军的空袭对我们的后勤保障制约影响那么大 因为原来我们国内作战的时候 也就是跟国民党作战的时候 实际上也面临空袭的问题 在那种空袭情况下 我们后勤保障依然能够保障得上 但抗美援朝 美军的这种强大空袭对后勤保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跟国内的战争绝对不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再看东庄没有保障好的主观因素又有哪些呢 我们首先看从统帅部层面来讲 实际上毛泽东主席对九兵团的预含东庄问题 他是做过几次重要指示的 你比如说10月9号主席就专门给东北军区司令高岗 发过这样的电报 就是请高岗贺敬年 你们以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东西两线的背装弹药问题 主席还特别强调就是预含问题 一定要注意到 11月21日主席在周恩来承报的一个战情报告上 还专门批注了这样一段 请总理打电话问一下高岗 九兵团要求的背装问题到底保障了怎么样 你看主席他对这个问题还一直是高度关注 那么我们再看九兵团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怎么考虑 可能给大家感觉宋世伦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多作为 这个也不太可观 为什么呢 宋世伦实际上他是三愁东庄卫困 第一次就是在1950年9月上旬 九兵团 包括第三也在给军委上了一份报告当中 专门就提出东庄问题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华东这块 我们没有韩区制作韩区服装的这种经验 也不知道缝制是一个什么标准 能不能请军委来统一协调东北军区来落实这个事 这是宋世伦一筹免应 他已经给军委打过报告了 第二次就是九兵团开到山东的时候 宋世伦就找到了省委省政府 并且跟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协调落实东庄问题 省委省政府还答应了宋世伦 但遗憾的是九兵团在山东逗留时间原计划是整训三个月 但抗美援朝战事越来越急促 这样在山东逗留时间比较短 紧接着主席命令九兵团赶紧从山东开出东北 那么山东愁眠医又未过 到了东北之后第三愁 宋世伦亲自找到了高岗 向高岗进行汇报 高岗对宋世伦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落实这个东庄问题 但是15万大军东庄 你让我们一下子来不及解决 给我们一个筹措的时间 但这个时间实际上根本没有保障得了 因为这个时候主席还有整个军委催促 九兵团赶紧到东线作战 这个军令已经下达了 这样在东北这块我们的指战员来不及下车 就直接开到朝鲜边境 你看三愁未过 宋世伦他并不是一点没有 对这个问题没有作为 那么我们再看东北军区高岗 贺锦年他们对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说他没有禁令 也不能那么说 包括贺锦年发现酒兵团穿着那么单薄的衣服 在军列上就说你们穿成这个样子 怎么能到那种极寒高寒的地区去打仗呢 情急之下还筹措了五万件大衣 应急保障了一下 那么我们再谈第三个问题 就是东庄问题能不能解决 有没有解决的机会 没有解决到底是谁的过错 首先第一次解决的机会 就是九月份给军委的那份报告 如果当时解决的话 可能就比较聪明 但他矛盾的就是什么呢 你九月份 那个朝鲜战事还不那么急迫 当时麦克拉瑟还没有登陆 你把这些东庄都解决了 酒兵团又不入朝作战怎么办 这么多免疫你们就浪费吗 这是一个矛盾 第二次到 实际上到东北的时候 也是一个解决的一个机会 因为当时战事尽管我个人认为 尽管催促再紧 也实际上应该哪怕是逗留个 一两天两三天 尽最大可能请东北军区再保障一下 至少可能还能够保障一部分 这个是有这个余地 但当时呢矛盾点就是 统帅部要求酒兵团必须赶紧开复到朝鲜战场 轻装前进 实际上这又是一个矛盾 那么我们最后就看 不管你怎么说 最后你是东庄没有解决情况下 开复到高寒地区作战 责任在哪 我个人以为从总部层面到东北军区层面 再到酒兵团层面都有责任 首先共同的责任就是什么呢 我们当时从上至下 对现代战争这种后勤 包括这种高寒天气下的后勤保障 认识不到位 可能当时啊 我们从上到下基本上还都是什么呢 解放战争的那种思维 我们有依靠人民战争 依靠属地来保障 没有想到出国作战 这种后勤保障 他要求是这个样子 可能这是一个固定因素 那么具体到总部这块 总部的话 你九月份 你一开始没有去统筹部署 那么人川登陆之后 朝鲜战场战局急转直下的时候 那么总部层面就这个问题 应该是统筹的 东北军区也是啊 东北军区因为主席是明确你高岗 东西两线 后勤 凉弹被装用你来保障 实际上保障没有落实到位 但是我个人认为 责任应该说 最大的还是在九兵团本身 那么九兵团本身 那就是你九兵团的领导和机关 在这个问题上应付的责任 实际上主席在九月份内 三爷给上的那份综合报告上就 批示过 就是说你将来九兵团你要开设自己的兵战 你要自己协调解决一些后勤保障问题 主席是有过批示的 还有就是什么 你十五万大军 你去开赴前线作战 包括这种战场地理后勤保障 包括天后方后面因素 本身就是应该由你九兵团分内应该考虑到的事 我们联想一下 当年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越近大别山的时候 那他就是一切后方没有 他一切都是由他来筹措和保障 所以说九兵团自身在这个问题上 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够 积极协调不够 包括在建立兵战 包括在协调东北军区等等 有些环节 应该说是做的不太理想 下一讲 我们主要讲一下 长津湖战役 排兵布阵和战略战术 到底运用的怎么样 存在哪些问题